這些看也是不讓我們進去的 那些私人物品是說希望能不能 帶一些私人物品出來 至於老婆 孩子 花蓮是有親戚 目前收容大概是343位左右 我們會先提供民眾一些基本的 遇寒的 比如說棉被跟床之類的東西 還有一些毛毯的部分 先給他們就是救勤 然後我們會再發給他們 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民生用品 比如說盥洗的 比如說牙刷 臉盆 毛巾之類的 所以主播 你從後面當中 你可以看到有不少鄉親 都已經陸陸續續的來到這個安居中心 那同時也可以看到有福會床 是由慈濟志工提供的 他們今天一大早就已經提供 在這個點就提供了200床的福會床 同時他們也總共提供了3600份的熱食 在下午4點的時候也提供了1440條的圍巾 因為目前花蓮的氣溫是非常低的 而且不停的下著雨 所以慈濟志工也趕緊拿來這些保暖的物品 希望災民可以保暖 因為大部分逃出來的災民 可能都沒有帶什麼東西出來 所以慈濟志工也緊急的發放了毛毯啊 圍巾這些東西 希望可以讓他們暖暖身子 那我們聽一下稍早慈濟志工的說法 提供熱食以及福會床 還有包括了可以保暖的毛毯 那在今天下午還送了圍巾過來 那我們在災民進來之後 我們就首先先送上熱食 然後再幫他們組裝福會床 讓他們可以使用 不要直接睡在地上 這樣比較舒服一點 好的 而且回到我們現場 你還看到這裡有所謂的物理治療站 因為剛剛物理治療師有說到說 很多居民可能是因為心理壓抑的關係 會引起一些疼痛 因此呢這個